站在船頭揮舞旗幟 一艘艘預演船隻航行在塞納河上 通過巴黎知名地標艾菲爾鐵塔 巴黎奧運開幕倒數39天 當地時間17號塞納河舉行開幕式預演 出動多達55艘船 從奧斯特利次橋出發 前往艾菲爾鐵塔旁的終點站 耶拿橋 除了測試航行路線 沿途有遠景乘坐橡皮艇護航 最重要的還有塞納河 是否準備好了 奧運倒數計時 不過外媒鏡頭 還是拍到塞納河上漂浮著垃圾 儘管當局掛保證 曾脫口月底要以身試水的巴黎市長也力挺團隊 為了讓塞納河乾淨到能猶泳 當局甚至從去年七月就開始進水工程 十無前例在河上舉辦開幕式 巴黎的奧運好雨能否成真 恐怕還需要更多努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